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竹内先生 叶小姐 有人送了这瓶日本清酒给我爹 但是我爹他 他最讨厌日本人了 他肯定不会喝的 我就想到 可以拿来送给你喝 你在外能喝到自己家乡的酒 应该会很开心的吧 叶小姐实在是 太善解人意了 我请先生喝酒 先生不请我吃顿饭吗 当然 叶小姐想去哪里是 我想去岳父牢 怎么样啊 叶小姐请 能和你一起吃饭 我非常高兴 对了 我们有这么好的酒 要不我们一起喝一些 不行 我平时是滴酒不沾的 要不 你带回家去喝吧 叶小姐 叶师傅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 我还想找机会 再去拜访他 我爹啊 他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 再说了 你也知道他那天对你的态度 我估计你送他什么 他都不会接受的 还是别去了 对了 你去北平好玩吗 北平是帝都 是以前皇帝住过的地方 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游玩 因为每天都被一些商人 拉着谈一些琐碎的事情 姐妹 里边请 小二房间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竹内军 京圣君 惠子 我 家乡的酒 师兄 竹内军在和叶小姐吃饭 我们还是别打扰他了 省得破坏他们的好气氛 惠子 你误会了 我和叶小姐只是吃顿饭而已 竹内先生 既然你们还有事 那我就先走了 叶小姐 叶小姐 竹内军 你好会享受啊 有好东西 也不知道和我们一起分享 没有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通知你们吗 正好 我们一起喝酒 走 走吧 惠子 启明 锦上已经带着日本人进去了 怎么样 正如你所料 他们缠住竹内 我就赶紧走了 晴晴 谢谢您帮我 能帮你的我都会尽量帮你 只是 要去利用一个这么信任自己的人 我觉得心里很难受 我知道你在想着吧 但是你想想 这帮鬼子是怎么对他中国人的 锦上是怎么杀王琪生的 我们对他还用讲道理吗 我们对他做什么都不过分 对吗 别想太多了 走吧 叔叔 你怎么了 昨天的酒太烈了 现在头疼 你今天还要参加擂台赛 应付得了吗 对付魏启明 对我来说小意思 天不早了 把他们交过来吧 嗨 我去叫他们 启明 你一定要去吗 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 娘 你放心 我一定打赢那个日本人 启明 启明 不要勉强自己 爹 我知道 你非得要去我就不拦你了 等会儿我觉得不对劲 我就向裁判深情放弃 终止比武 启明 启明 你要听话 不要逞强 知道吗 爹 你放心吧 我应付得了 你们真的不用担心我 哥 你就听爹的吧 哥 我们真的很担心你啊 好了 我听你们的 好不好 现在可以走了吧 我听不懂 我听不懂 二师弟 正南 大师伯 大师伯 二师弟 一分 fear 一分 你 为何 这招 谁 你 你 要 你 把 敬 抬头 放 走啊 今天 第一场比武的事 神州武馆的魏启明 对何时到场的景胜 有请二位上台 好 比武开始 这把功诞来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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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平平安回来就好 还打赢了那个日本人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爹 哥赢了比赛 怎么你还皱着眉头啊 启明啊 你没发现 今天井上在擂台上的表现 很奇怪吗 和昨天 好像是攀若两人啊 昨天他还十分猖獗 可是今天一直像没睡醒似的 完全不在状态 爹 这有什么奇怪的 肯定是那个井上过于轻敌了 以为一定赢得过大哥 谁知道那个井上昨晚干什么去了 今天精神才不济的嘛 爹 井上今天确实不在状态 我本以为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和他过了几招以后 我发现他漏洞百出 所以我就借这个漏洞 打赢了他 管他那么多呢 师父 这个小鬼子啊 今天败在咱们启明手里 那是罪有应得 师兄打得好 打得好 打得好 启明 启明能够平平安回来就好了 你也不要想那么多了 是啊 启明啊 你辛苦了 先去洗把脸收拾收拾 娘去给你做几个你爱吃的菜 晚上咱们在一块儿啊 庆祝庆祝 不是 娘 我得出去一趟 你要出去啊 去哪儿 哥哥肯定是去找杨小姐 就你知道得多 找杨小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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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杨小姐也接到咱们家来 大家伙到晚上 我们一块热闹热闹 好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可能输给那个小子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 世兄 你别生气 其实我也发现 你今天的状态非常不好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好像整天都痛昏脑胀的 浑身没有力气 是啊 大师兄 我们也一样 好像喝醉了似的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不可能啊 昨天我们只喝了一点点的酒 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 大师兄 我今天没什么不试 你昨天晚上是和大家一起吃饭喝酒的 为什么你没有试 没错 我是和大家吃了一样的东西 唯一不同的是 我没有喝竹内军带来的酒 我对清酒过敏 喝了全身会起疹子 你昨天晚上喝酒了吗 喝了 八个 我明白了 是竹内军带来的酒有问题 竹内军 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 你想想想想要什么 让我来 走 不敢 我来 来 你啊 Clark 你问什么 慧子 你怎麼來了 諸內軍 我找你有些事情 我聽沙老闆說 你不在商會 所以只能來這裡找你了 我今天有點不太舒服 所以沒出去 進來吧 諸內軍今天看上去 不太舒服的樣子 不知道怎麼了 頭暈腦漲的 渾身無力 原來諸內軍 也有這樣的反應 我們到場所有人 包括大師兄和我 都出現了同樣的症狀 怎麼會這樣 我們是懷疑 你昨天帶來的酒有問題 諸內軍 請你坦白地告訴我 你是不是在昨天帶來的酒裡面 下了藥 下藥 慧子 你為什麼會這麼說 我為什麼要下藥 我師兄昨天喝了那瓶酒 今天在擂台上慘敗 諸內軍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昨天的事情 的確很蹊蹺 我們不得不懷疑你 我想問你 那瓶酒你是從哪兒弄來的 酒是葉小姐給我的 她說有人送給她的父親 她父親不喝 就轉送給我了 葉小姐 那去岳父樓 是不是也是她的安排 是 葉小姐說想吃岳父樓的燒雞 原來是葉倩倩的安排 諸內軍 你被人利用了 葉倩倩擔心魏啟明打不過我大師兄 就在酒裡面下了藥 然後利用你 把酒交給我大師兄 這回 又讓他們得逞了 不會的 不會的 葉小姐 心地善良 她不是那麼有心機的人 她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的 這件事情 就算不是葉倩倩的陰謀 也是魏啟明的陰謀 諸內軍 你別太天真了 那些中國人看起來表面和善 其實他們全部都是詭計多端 你現在被利用了你都不知道 我還是不敢確定 這件事情是葉小姐做的 我去找她問清楚 諸內軍 這件事情 你最好不要管 我舍兄現在非常生氣 他是不會山拔甘休的 所以你最好置身事外 關於這件事情 我們自己會處理的 你們打算怎麼做 你就聽我的吧 相信我 是為了你好 慧少爺 慧少爺 我想見一下雯麗 張曼 誰呀 是魏少爺來找你了 雯麗 我今天打贏了警生 我終於揚眉吐氣了 我在藏獨出名了 那恭喜你了 雯麗 我知道我們之前有很多誤會 但是请你相信我好吗 我之前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今天能够 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我知道 我知道你之前很难过 我又何尝不是呢 但是我不能被你爹 看得一文不值 所以我必须出人头地 今天我做到了 我打赢了擂台 我打赢了锦商 以后在这儿 没有人看不起我 雯丽 我知道我之前 做了一些错事 但是我的心 从来没有变过 你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雯丽 我当然是为了你 你知道吗 这次我能打赢擂台 你的功劳最大 我有什么功劳啊 我带在身上 一直带在身上 其实 我当初也是发愁 不知道怎么能帮到你 所以 我只能求老天爷自负 雯丽 我知道这些天 我让你又伤心又难过 插不死犯不下 总而言之都是我的错 我哪有 雯丽 我二娘在家 汇我做了很多饭菜 庆祝今天擂台的胜利 她说让我带你一块儿 回家吃饭 好啊 走 爹 魏启明 你怎么来了 把手松开 杨局长 您平时日理万机 一定很忙 但是你对苍州发生的大小事迹 应该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吧 你是想来告诉我 你在擂台上 打败了井上 我确实是想来告诉您 我在擂台上打败了井上 我今天为民族争了光 为百姓贴了财 再也不是您眼中 一文不值的小子了 就你 杨局长 杨局长 今天我让全苍州的人都知道我为启明 这样和您的女儿在一起 不会丢你的人吧 爹 你之前也答应过我 给我自由 让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 你又银而有幸 不要再干涉我和启明了 我立 爹 我知道您啊最开明了 今天晚上我要上启明家吃饭 就不陪您了 明天晚上再陪您啊 启明 走吧 好看吗 好看吗 我问你 启明赢了擂台赛是不是很开心 当然了 我们全家都特别开心 今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 我们还担惊受怕呢 生怕大哥有点闪失 没想到啊 他竟然给我们那么大的惊喜 我大哥回家屁股都没坐热 就去找杨小姐了 你怎么了 还放不下我哥呢 听到我哥去找杨小姐 你不开心啊 没有啊 那个 天色也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我二娘啊 做了一桌子好菜等我哥呢 你也一起去吧 好 走 今天晚上可多菜呢 叶小姐 我们大师兄想见您 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走 你们是什么人啊 我凭什么跟你们走 就是 他凭什么跟你们走啊 你们什么人啊 这里可是苍州 轮不到你们撒野 带走 我跟你们赢了 干嘛 走 走 走 回去告诉魏琴 让他马上到盗产 要不然 他的小命 可就不保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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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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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二娘做的红烧肉啊 特别好吃 你等会儿 一定要尝尝 好 我就喜欢吃红烧肉 哥 哥 不好了 出事了 不是你这脸怎么了 哥 倩倩被何事到场的人抓走了 他让你马上过去 不然 不然倩倩就没命了 一定是井上干的 我现在就去救他 哎 齐鸣 你这样去很危险的 他们肯定是不服大哥 赢了那台赛 想报复大哥 那我去通知我爹 让他去救人 别别别 通知警局 倩倩没准更危险 那怎么办啊 记住 这件事情 不能告诉家里人和警局 好吗 我不办好了 哎 齐鸣 齐鸣 真是奇怪 他们为了逼哥哥去盗场 不抓我 反而抓倩倩 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 齐鸣这样闯到场 会很危险的 我会想办法救他们 泽慧 这件事不要告诉家里 只要他们知道 会很担心的 知道了吗 我会有办法的 啊 怎么办 我 没想到这包小鬼子这么快就发现了 还抓走了倩倩 还抓走了倩倩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人知道了 队长 你给我算了一下 今天晚上咱们俩去喝内华酒 钱不够啊 还够了 不够 不够 够了 小翠小红 那不够 光小翠她就够了 那那我 队长 这不对啊 每次好事都让你站了 我一点好事都站不上我 行行行 你赶紧回去睡觉 没准小红在梦里边等你呢 队长 你不能这样啊 您是 高队长 快 赶紧到庄的人绑架了叶师傅的女儿 赶快跟我去救人 他 到底怎么回事啊 来不及了 边走边说 走走走 是谁让你在我酒里下毒 是不是魏启明 不是 不说 说 你说不说 启明 启明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叶小姐 如果你识趣的话 最好全部交代 你利用竹内军把咬毒的药酒 带到我们手里 就是为了帮魏启明 拿到擂台的擂主 这件事情 是不是魏启明让你做的 不是 不是 大师兄 魏启明来了 带下来 魏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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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什么 魏启明 你来干什么 魏启明 哪 魏启明 哪 魏启明 下什么 下什么药 你装什么算 你以为你是正正当当赢了我吗 我当然是正正当当赢了你 在场的人都看见了 你没看见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再比一次 好 如果你赢了我 你把这个女人带走 如果你要是输了 我就杀了你 你敢不敢 我当然敢了 但是呢 你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 按道理来说 我没有必要再陪你玩了 这样吧 你如果把倩倩放过 我答应你 我站这儿让你打 来吧 来 好 我今天让你死得好看 启明 启明 这是警署的高队长 你们无故抓了我们中国人 我们要进去搜查 站住 高队长 这是我们道场的私事 我们自己会解决 我劝你最好别管 我告诉你 在苍州这个地方 还没有我高队长管不了的事 让开 让开 再不让开 他们老子开枪了 让开 走 让开 魏启明 你觉得你今天开了这一枪 还能走出去吗 别忘了 这里是大日本帝国的地盘 大日本帝国的地盘 行 就算我今天走不出去 我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开啊 启明 启明 快把枪放下 这样都划不来 快放下 启明 放下枪 放下 你们的情况 我都已经了解了 啊 这个 苍州地盘上的治安 警察是要管的 你看看你们 你看看你们 看看你们 这五刀弄撑的 不要把事情弄大了嘛 最好是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啊 高队长 我们这里没有人用枪啊 在这个房间里 只有一把枪 而那把枪 就在魏启明的手里 高队长 清明啊 放下放下 放下 快放下 让我放下可以 把牵牵放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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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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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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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哎 可以放人了 警商先生 不可能 没那么容易 你 高队长 你 你 要 你 不可能 你 你 不可能 你 你 不可能 你 不可能 你 你 你 我 你 不可能 你 你这明显是血口喷人 高队长 那天我和景尚在擂台上比武 你们都看见了对吧 对对对 谁赢了 你赢了 那之后的事情和我还有什么关系呢 对吧 对啊 你们说话可要讲证据 凭什么说起名在你们酒里下了毒 他跟你们浪人根本就没有接触过 杀人还需要亲自动手吗 魏启明利用叶茜茜 把毒酒送给了我的朋友竹内军 又利用竹内军把酒送到了我们这里 我师兄喝了酒 今天头疼乏力 所以才落败 没错 不然就凭魏启明这点功夫 他根本就不是我师兄的对手 到底怎么回事啊 高队长 他说什么我都没听明白 你听明白了 好啊 我问你 叶茜茜昨天送了一瓶清酒给竹内军 后来又故意让我们在岳福楼碰见 你敢说这一切都是巧合 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你一手安排的阴谋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你是明显在诬陷我 那 没错 这些事情的确是有人安排的 这都是我安排的 是我在酒里下了毒 也是我让竹内先生把酒交给了你们 所有的事情都和启明无关 叶茜茜 这所有的事情是不是魏启明让你做的 不是 都是我自己的主意 好了好了好了 现在事情都清楚了 清楚了清楚了 那就放人吧 放人吧 放放放放 什么 放人 没这么容易 这 京商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 这可不是擂台啊 这叶小姐如果有个三成两短的话 你你你 找没有 这对 好 我可以不杀你 但是 他要为他所做的一切 付出代价 住手 竹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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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前 竹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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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 竹内先生 从ied后 竹内先生 马虽 叫我 就 回来 我不能坐视不管 景圣君 谢谢 我是不会放过这个贱人的 景圣君 竹林先生 靠梯 我们为了 我把魁灵恩葭 我们带竹内先生去医院 走走走 走走 竹内先生 谢谢你 快走 赶紧去吧 走走走 倩倩 别想太多了 我们回去吧 走 走 倩倩 我送你进去吧 不用了 我不想被家里人知道 我自己可以的 雯丽 雯丽 这件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和启明无关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后好好休息 好 好